达人评选升降镜头手机PK VIVONEX 定价成功胜出 7 月底台湾发表两款升降镜头手机 包含前镜头升降的 VIVONEX 和使用双前望式镜头模组的 OPPO Find X 苹果找来 12 位评测过这两款手机的科技达人 进行整体手机的评选 结果 VIVONEX 获得 8 票 OPPO Find X 有 3 票 1 票平手 达人普遍认为 VIVONEX 获胜关键 在规格相近下比 OPPO Find X 便宜 4 千元 售价 2 万 1 千 9 百 90 元 定价成功 CP 值较高 另外 OPPO Find X 的双前望式镜头虽然酷顺十足 但想到维修和使用时需要等待升降的时间 让不少达人们降温 使用性来说 NES 还是比较适用 为什么 NES 比较适用 它还是跟现在手机的设计还是比较接近 Find X 比较像晶品 然后 NES 还是比较偏实用性的角度去设计 以 CP 值来讲 但是以 NES 来说 电脑王阿达实际试用过两只手机后 也是选择 VIVO 两只在 SPEC 上几乎完全一样的东西 价差十千块 如果说你是外贸协会的 你当然选 FIND X 但是你如果是说实用性来讲 日常实用性来讲 我会推荐 NES 但是这两只都有一个共同缺点 再怎么接近完美 没有 NFC 在台湾都会遇到问题 辨识度十足的 OPPO FIND X 第一次看到的确会眼睛一亮 但成也镜头 败也镜头 Find X 的外形 应该就是目前最好看的 这个没有问题 它的镜头声的速度跟变速 其实比有意要的快 为着做这时候镜头 牺牲掉或是妥协掉的 像你的厚度比较厚 你会要做到防水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是 虽然这次有放光泉防水症 但是只能镜头楼堵 大家要收线 就坐在里面 那跟现在大家要做大光泉 然后又多比较大的信用模组 那当然缺点会突出来 现在如果还无法决定要买哪一支 不如再等几天 三星Note 9 也要上市咯 副刊洞新闻 国分表示 继续等待 报导